有新增一例的境外移入的个案 廉价第一天 指挥中心公布新增一例境外确诊个案 60多岁男性 4月份到瓜地马拉从商 没想到6月1号开始出现 咳嗽 呼吸喘 骨头酸等症状 在当地二采都是阴性 偏偏23日症状加剧 24日返台后通报机组人员 6月25号就确诊 都没有接触到我们国内的一个亲友 有前后两排的旅客总共10人 就是把原来是居家检疫 列为居家隔离 但确诊个案累积到447例 虽然外界担心的还是 而4日公布的日本女留学生确诊个案 2月就来台湾 却直到6月20号离境后 回到日本才确诊 现在指挥中心裁检116人 44人呈现阴性 其然尚未联系到 只是到底怎么被传染 传出很有可能是伪扬性 或者在台湾被入境人事传染 但有可能是被本土人事传染 通常我们会说叫做洛阳性 日方他们也坦承像这样的一个个案 那可能在当时在裁检的时候 可能就不具传染力 他又没有症状 所以也很难知道说 他到底是在什么时候感染 日本与台湾都表示 日本女留学生不具感染力 这起案件也不能排除是在台湾感染 不过根据国际惯例 日方已经将日本女留学生 列为境外移入 因此台湾就不会再增加为本土个案 欢迎新闻 郭文婷 杨直瑜 台北报导 将人留学生不具体能夕胜